所以我们要喝这个五欲 那但是我们却没有安住在修定的所缘 安住在哪里呢 安住在不好的所缘 那修定的所缘我们先看 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能源心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所缘境 那我们先去圆取境界 那对于所缘境呢 如果我们思维观察它 那它是修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观察 所以它是修什么呢 修观 如果我们对这个所缘境 比如说我们修不静观 跟这个属席观 那就是以呼吸为我们的所缘境 我们源在不静向 源在呼吸的这个境界 如果色心不善 心住一静 它就是什么呢 修止 所以同样一个所缘 比如说修不静观 它可以是修定 也可以是修什么 也可以说是修慧 也可以说是修止 也可以修观 所以注意了 我们的能源心 源所缘境的时候 我们修定的所缘 那我们现在因为要修定 所以色心不善 色心不善 心住一静 定的定力是什么呢 心一静 心明定 心安住在一个所缘 一心不乱 这一些都是定的定义 好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要注意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心 一个是什么呢 静 心是能源心 静是什么呢 所缘静 那心 我们在修定的前方便里面 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要调心 不沉不服 沉就是昏沉 睡眠 浮就是什么呢 调局恶作 调心不沉不服 住所缘境 心不善乱 善心一静心 我们的心要保持在这个状态 心有三个状态 太高就是浮 太低就是沉 保持在好的所缘境 修定的所缘境 那这个就是 这个不沉不服 心住 善心一静心 这是能源心 我们必须 安住在修定的所缘境 心一静心 这是第一个 心说明晚了以后 我们看境 这个境呢 就是我们的所缘 所缘的境 所缘呢 在于解释地论 他提到四种所缘 刚才有提到的 遍满 进行 散巧 跟进货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 它是属于 这个进行所缘 进我们的什么呢 贪 参称 吃 慢 散乱 那所缘的 在修定当中呢 其实它非常重要 这个如果 大家 真正对修定 下定决心要修好 大家可以参照 于解释地论 声文帝的卷26 他这边也提到了四种所缘 那四种所缘 第一个是片满所缘 片满所缘呢 它其实要观察两个 一个就是有分别影像 第二个是无分别影像 有分别就是观嘛 无分别就是什么 就是指 那指它修什么呢 指就是什么它嘛 它修九柱心 那观呢 有分别影像 有分别影像 修的观主要就是这里 修 这个五庭心观 那这个片满所缘 它的内容 大概可以分别 分成四个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还有四边际性 四边际性呢 又分为去观察 尽所有性 跟如所有性 尽所有性呢 它又叫我们观察什么呢 一切有为事 五蕴所设 一切法 这个十二处十八戒 所设 一切所知事 由四圣地所设 一切所知事呢 就是我们的流转 苦极 我们的环灭 灭到 我们所知的一切 含射在四圣地当中 然后 要不离 如所有性的四种道理 官呆道理 作用道理 正成道理 跟法尔道理 这是遍满所源 那进行所源呢 就是等一下 我们要说的 这个 这个五个内容 叫五庭心观 五庭心观是五种停止 我们生起烦恼的观法 那我们 在这个五种观法当中 心力尽兴 那善巧所源 他提到了 运善巧 处善巧 戒善巧 远起善巧 还有处非处善巧 那进祸所源呢 这个进祸所源呢 亲近我们的烦恼嘛 他可以用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 是有漏道 就是六行观 观下地苦出葬 心上地进庙里 用世间道的方式 断烦恼 这个呢 是世间道的进祸所源 那无漏道的进祸所源 他就观什么呢 四帝十六形象 观世圣地 这个断除烦恼 好 这个是四种所源 那 我们的修定的所源 我们以 这个五庭心观 做批评 这是我们的所源境 那早期呢 佛教修定的时候 第一个基礼 他是教什么观 他教不进观嘛 修定 那后来很多比丘 关了这个自身的不进 后来很多自杀 后来他就 教这个慈禧念 就属习观了 这个安那般那念 所以呢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在二圣声文的修学呢 他是修不进观跟属习观 或是慈禧念 所以我们说不进及慈禧 四名 二甘露 这两个也叫做甘露门 那甘露呢 喝下去以后呢 他就像 这个 产生作用 可以断烦恼 正解脱 那五庭心观当中呢 他为什么要修这五个法 就是要断除我们 五个重要的烦恼 如果从烦恼来看呢 我们的烦恼 主要的是贪嗔痴 贪嗔痴 还有慢 还有我们的散乱 那所以呢 我们的所缘禁 我们要针对 为什么要观这些内容 就是要断除我们的烦恼 那二甘露门 就是五庭心观的不进观 跟属习观 那还有呢 再加上那个戒分别观 他就叫做什么呢 三度门 那如果再加上缘起观 跟慈悲观呢 就是五庭心观 我们要 心要观察的所缘呢 就是这五个 这五个观察的对象 让我们升起定 他可以 这个 再加上智慧可以断烦恼 所以 这个所缘禁 五庭心观 三度门 二甘露门 不进观 可以对峙滩 属习观 对峙诗散乱 本界分别观 对峙我慢 缘起观 对峙诗 慈悲观呢 是对峙诚 好 这个是我们修定的一个所缘 能源心 必须心不散乱 住在善心一尽心 所缘境呢 要安住在我们修定的一个所缘 那这里是提到五庭心观嘛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清静道论 他提到的修定的他的夜处 他的所缘有几个 有四十夜处 四十个方法 所以修定的方法有很多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项 是所缘的好与坏 那这个所缘 凡夫 有凡夫的所缘 胜者有胜者的所缘 没有修定的人 有没有修定的所缘 修定的人 有修定的所缘 那所缘 他有好跟坏 好的所缘是什么呢 好的所缘 比如说五庭心观 这五个都是好的所缘 好的所缘 第一个 要能顺于正理 他要随顺于佛教的真理 这是好的所缘 比如说五庭心观 骗满所缘 进行所缘 善巧所缘 这些是顺于佛教的正理 第二个呢 他能够对峙烦恼 这些所缘 你要缘起这些要做什么 就是要断除烦恼 第三个呢 能向于处理 我们断除烦恼 就是要处理三界嘛 那修定呢 第一个就是自立 那可以得到自立的这个功德呢 献把乐圣之见分别会跟猪肉进 其实在大圣佛典当中呢 他还加上一个 为了立他的事业 那这个在大圣的禅波罗蜜里面 我们会提到 那刚才提到了 能断烦恼的定 接下来我们看 修定的一个比较 我们在修定当中呢 他也有所的差别 那这边呢 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呢 是外道定 第二个呢 是声闻的定 第三个呢 是菩萨的 菩萨的禅 菩萨的大圣定 那我们比较之下 外道的定 他有三种过患 那第一个呢 是谓卓 他会谓卓在禅定当中 那第二个呢 或斜见 他产生这个斜肢斜见 比如说他认为呢 这个定 他修得了这个无想定呢 已经解脱涅槃了 那这个是或斜见 或焦慢 他会产生慢心 他不知道说得到这些定呢 纵完你得到 非想非非想出定的 这个最高的游顶定呢 夜报进了之后呢 他还是会堕落 所以外道定呢 或卫卓 或学见 或焦慢 他都在轮回当中 第二个呢 是声闻的定 声闻的定呢 他因为没有慈悲心 或是他的慈悲心比较淡薄 那独善其身 因为他有定 有定之后就赶快怎么样 赶快断烦恼 断烦恼之后赶快解脱 所以独善其身 断诸佛种 那这个是在大志多人里面提到的 声闻的定呢 有这样的情况 那在佛典当中也讲到 二圣的定叫做 醉三昧酒 那个定呢 把它批育成酒 喝了三昧酒 你喝了那个 你得到那个定之后 你就很想快速的 断烦恼 正解脱嘛 那你就 不会再想要去利益众生 大圣不是 大圣的菩萨禅呢 他是集一切佛法故 于诸禅当中 不忘众生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那个动机很重要 菩萨在修定呢 他加上了一个成分 这一个是重要前提 这个重要前提是什么呢 三心 他加上了菩提心 他加上了大悲心 他加上了无所得的信空智慧 比如说 我们去赚钱 赚钱一定有动机嘛 跟前提嘛 你赚钱是为了谁 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为了众生 动机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为了自己 我赚钱就自己花嘛 我修定为什么 我为了自己解脱嘛 所以我得到定了 我赶快解脱 但是菩萨不一样 菩萨呢 于诸禅当中 不忘众生 长加持念 这一个是菩萨禅 所以菩萨禅呢 他在修定之前 修定之中 修定之后 他都是跟菩提心相应的 他都跟大悲心相应的 所以观法呢 也有所不同 那 第一个呢 我们看世间定 世间定 他的观法是什么呢 他是观 六行观 那修定呢 他一定要 验下地 新上帝 我们的上帝 是在哪里 我们的上帝 上帝不是那个阿门的 那个上帝哦 上帝是什么呢 我们异界的上帝是什么呢 这是下地嘛 这是上帝嘛 那如果你生到出禅以后 出禅的上帝是什么 二禅 下地就是什么呢 出禅 所以我们是下地 下地很多的五欲 男女欲 我们的贪着这些 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呢 修定就是要跟不要嘛 不要欲界的 要什么 要出禅的 所以 你在欲界的时候呢 他是苦出障 下地是什么呢 苦的 出的 障碍的 上帝是什么呢 进庙里 好 所以你如果在欲界 你要把欲界呢 验 这里就是你的什么 心 验下地的苦出 让心上帝的进庙里 你得到了出禅 然后呢 你假设 你已经往生到出禅去 那出禅 或是你得到这个定 你想要进一步的得到二禅 那你就要验哪一个 验出禅 要心哪里 心二禅 对不对 那二禅你如果要得到三禅 你要验 二禅 心 三禅 所以看起来 这个 如果你要一直往上的话 下面的一直要怎么样 下面的一直要舍掉 我们都 我们有没有舍掉欲界的 这些五亿五概 没有舍 所以 这个 他的官法呢 四间定是官六行官 验下地的苦出 让 心上帝的什么 进庙里 但是呢 这个四间定呢 他到了游顶的时候 游顶他还能够 心吗 没有上面了 没有上面 所以他 四间定他有没有办法出三箭 他没有办法 他的定呢 他有四成八定的定力 但是他没有办法 心 他没有办法 出离三箭 主要跟他的修法有关 那这时候 他修的这些定呢 都是游漏定 那 我们要转成无漏定 无漏定呢 是生文的定跟大圣的定 生文的定是观四地的十六形象 那 比如说 修 无常观 修 无我观 能够观到 无运无我 我们都有我执嘛 因为有我执 所以呢 轮回在三界当中 我们因为有常见 没有做无常观 常乐我尽 所以我们在 轮回在三界当中 我们要出离三界 所以呢 我们要观四地的十六形象 四地的十六形象 我们有这个定力 在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如果没有禅定的定力 那个观察是散乱的 没有力量的 没有办法断烦恼的 那当我们有禅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定力 再加上会力 止观双修 止观双运 的这样的一个加持 那就有办法断烦恼 正解脱 是圣地的他的观法呢 主要是让我们观察到 观察到什么呢 一件事情 因果 分成两个部分 轮回的因果如实正观 解脱的因果如实正观 原来呢 我们起获造业感德苦果 这样的因果我们要断除 那 解脱的因果 我们在定力当中观察到 透过修八正道 六度三十七道品的道地 可以断烦恼得到极灭的涅槃 如实正观 好 我们如实正观是圣地 如实了知我们 轮回的因果 我们如实了知解脱的因果 那这样的一个观法 是属于僧文的定 大圣的定呢 观法性的不生不灭 他能够恶地的平等观 观法性的不生不灭 平等不恶 比如说 生灭即是不生不灭 烦恼即 补体 他能够做平等观 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平等观呢 如果你没有做平等观 你看到烦恼会断了烦恼 正入解脱 当你观察到 恶地的平等观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上你的大悲心 刚才的平等观是波罗的空慧 三星当中的波罗的智慧 他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平等观 再加上什么呢 大悲心 因为我有大悲心 我要去利益众生 我不能断了烦恼之后呢 正入涅槃 所以呢 这个菩萨呢 他是观察法性的不生不灭 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 我们的六波罗蜜 当中的禅波罗蜜 主要就是 要修这个大圣的禅波罗蜜 他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菩萨的修法的禅波罗蜜 第一个 智的禅意 他得到禅定了 年明众生 你看 他修任何的一个法 都不离开谁 都不离开自己 是我们 但是菩萨是不离开什么 众生 所以我们是不是菩萨 你是菩萨佛 是还是不是 回答的时候是是 但是 修的时候又怎么样 又没有 你看我们持戒为了众生 修定为了众生 开发无路的智慧为了众生 解脱为了众生 这才是菩萨 大圣的菩萨呢 他在得到禅定 怜悯众生 他怜悯众生 要令众生 离开不禁乐 什么是不禁乐 五欲乐 男女的欲乐 这是不禁乐 他想到的都是众生 菩萨不能说在空中 行在有中 他必须去实践 所以呢 他得到禅定以后 怜悯众生 令离不禁乐 而得禅定乐 禅定乐呢 就是刚才提到说 献法乐柱嘛 他有四种乐 然后呢 他可以得到后法乐 最终他要令众生 令得什么 佛道乐 好 这是大圣的禅菩萨蜜 第二个呢 不爱乐禅味 不爱乐禅味 如果你得到禅定 你会不会爱着禅乐 会不会 一般人是会 好 你会很厌礼啊 很厌礼就是出离心了 没有菩提心 但是 这个大圣的禅菩萨蜜呢 他不爱乐禅味 他不随报生 不随报生 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得到出禅的禅定 你以后可以生到哪里去 高一点的 出禅嘛 你可以生到 色界嘛 但是菩萨不是哦 他不随报生 未调心入禅 方便还生欲戒 度众生 所以他心心念念 都是什么呢 都是苦难的众生 第三个 菩萨深入禅定 一切人天不知其心的 所依跟所缘 我们说 我们心事生起要 所依跟所缘嘛 那他因为 他的定呢 是圣生的禅定 所以呢 这个人天都不知其 所依跟所缘 第四个呢 在禅定当中发 大悲心 他的悲心是大的 他度化广大的众生 那心敬畏众生 心是亲近的 他不是为了明 不是为了利 不是为了 这个解脱而已 他是为了众生 第五个呢 观诸法乱象定向不恶 也就是说 他有圣生的菠萨菠萨蜜 菠萨菠萨蜜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说明的 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平等观 乱象跟定向不恶 烦恼跟菩提是不恶 烦恼跟菩提为什么是不恶 因为你去除烦恼以后 你就得到什么呢 菩提 好我们 凡夫呢 是 这个厌 厌恶这个烦恼 菩萨呢 他把烦恼调服以后呢 还可以 叫他来服 劳役 好 就是我们抓到贼以后 我们抓到烦恼以后 不要把贼杀掉 我们叫贼帮我们怎么样 帮我们做事 好 三界润身 菩萨呢 因为 他还要来三界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 菩萨呢 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吧 那有人误解说 他就不修定了吗 不是 他是不修僧定了 他不修灭境定 好 不断烦恼 其实他有调服烦恼的能力 好 所以他可以恶地并观 观诸法的乱象跟定向不恶 那第六呢 不乱不畏 不畏浊 心不散乱 名禅菠萨蜜 第七个呢 行菠萨 禅菠萨蜜的时候呢 他跟其他五菠萨蜜 能够合合著成 也就是其他的菠萨蜜呢 相助于 禅菠萨蜜 那当然也包含 菠萨菠萨蜜 那这样的情况 是名禅菠萨蜜 所以他的那个一个菠萨蜜当中 含色了其他的五个菠萨蜜 它是合合在一起的 那 基本上呢 有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它是分开的 第八个呢 总结的说 这七个内容呢 大部分都是在大制度论里面 所揭露出来的内容 那在波罗经里面 他有一段文 他提到三星相应的禅菠萨蜜 也就是说 菠萨在修禅菠萨蜜的时候呢 他有三星的相应 这三个元素 他有菩提心 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的菩提心 他有利益众生的强大的菩提心 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呢 他有二地病观的 这个圣生的菠萨菠萨蜜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把禅菠萨蜜 的内容呢 解说完毕 那我们这一次呢 总共上了两次课 四个视频来说明 禅或定或是禅定 或是禅菠萨蜜的内容 那定的内容 非常的深广 还有许多呢 还可以补充的 以后有因缘呢 再跟大家介绍 那下礼拜呢 开始 我们要介绍 我们要介绍菩萨的 修行的方法当中的 最重要一个 就是菠萨菠萨蜜 因为唯有透过智慧 唯有透过菠萨菠萨蜜 才能够断烦恼 正解脱 不止断烦恼正解脱 我们还要 成就无上佛道 需要菠萨菠萨的 智慧的 这样的一个加持 才能够达到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为大家解说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生于我等 三百年的爱意 直到受众